开播两个多月之后,浪姐三即将迎来第五次公演的舞台,18位姐姐将进行三轮对决,争夺宁静和纳英放出的三个成团席位。 作为浪姐最后一次有淘汰赛制的公演,其重要性不言而喻,必尽关护着成团名额的竞争。 为了武功的胜利,谭维维身为队长,将出战武功全部三轮比赛,尽管她本人不好意思,但是在队友的一致同意下,也没再拒绝。 郑秀妍组的余文问,本希望能专心致志搞好唱跳舞台,不参与唱乐舞台永远都会在,但是队长郑秀妍强烈要求她得参与,因为唱乐舞台不能没有vocal。 从武功的排柄部阵来看,谭维维组和郑秀妍组都做出了最合理的安排,仍尽其用,势必要拿下武功的胜利。 但是王兴林组却不是这样,尤其是对唱乐舞台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出战人员安排,并不是最合理的。 面对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这首歌,唐世义和吴景言首先表态希望能有一次唱乐舞台,随后钟心同自愿加入。 对于唐世义和吴景言的毛遂自荐,队长王兴林并没有反对,反而是鼓励的态度。 他希望队友们在最后一次公演中不留遗憾,并没有提及胜负。 从节目正片的内容呈现来看,大多数观众应该能理解王兴林组的这个排兵布阵。 但如果单纯从比赛的角度考虑,王兴林组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。 对于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这首歌,王兴林组的最佳出战人选应该是队内的人气三巨头,王兴林、蔡卓妍和钟心同。 钟心同本身就是歌手,唐世义除了是中国歌剧舞剧院首席舞者之外,还是北大音乐剧硕士。 吴景岩虽然弱一些,但影响应该不大。 所以说钟心同、唐世义、吴景岩合作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也不是不可以,但能达到的最佳效果可能仅仅是唱得好听而已。 但是如果王兴林、蔡卓妍和钟心同出战的话,唱得好听只是最基础的标准,或者说现场效果。 因为他们三如果合作,秦淮才是最主要的杀手锏。 三公自由组对华界中,蔡卓妍曾经解释为什么会选择加入王兴林组,因为他们都是那个年代的歌手。 蔡卓妍说的那个年代,相信很多80、90后观众都懂,就是千禧年前后华语乐坛最鼎盛的那段时间,是王兴林和Twins事业最辉煌的时期。 王兴林组从三公开始,就一直是浪姐三中人气最高的队伍,主要原因就是王兴林、蔡卓妍和钟心同的联手。 这个由是,对吴景岩和张天爱的人气也是有加持的。 诚然,谭维维组手类的《真的爱你》有着非常高的国民度,而且出战人员是谭维维、张强和薛凯奇三大Vocal。 共类的王兴林组和郑秀岩组胜算不大,但是如果王兴林、蔡卓妍和钟心同合作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的话,谭维维组不一定能手类成功。 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,国民度虽然不如《真的爱你》,但也是老牌歌手照传的经典作品之一。 更重要的是,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这首歌,是唱给粉丝的作品,歌词非常能打动人,也适合全场大合唱。 武功已经是浪减三,倒数第二次公演,现场观众大多数是带有粉级的,舞台质量其实并不重要,这个阶段拼的就是人气。 王兴林组不一定手类不成功,但是王兴林组并没有做出最理性、最正确的排兵布阵。 至于原因,我认为无外乎是三点。 第一个原因,诚如正片所示,王兴林希望队友不留遗憾。 谭威威、王兴林和郑秀妍三人,从一宫开始就形成了人气三巨头的局面,但其实这三位队长的带队风格不尽相同。 谭威威组因为有足以担任队长的薛凯奇和郭彩杰,所以谭威威更多时候是选择迁就和配合队友。 武功之前的郑秀妍组,除了郑秀妍本人之外,其他成员都是流行音乐唱跳的门外汉。 所以这个组基本是郑秀妍拍板做决定,队友配合就好。 至于王兴林组,蔡卓妍和钟心童都是歌手,吴景妍的思路和想法也比较多,所以这一组多数情况下都是商量着来。 在这样的团队氛围中,当唐石屹和吴景妍希望演唱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时,王兴林的第一反应是支持和鼓励。 第二个原因,节目组可能介入,不希望王兴林、蔡卓妍和钟心童联手。 王兴林、蔡卓妍和钟心童本就是一代人的青春,再加之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这首歌有特殊利益。 他们如果合作演绎,用王炸形容并不为过。 为了保证武功比赛的可看性,节目组可能会提前阻止王兴林、蔡卓妍和钟心童联手,毕竟总要让其他组有机会赢。 第三个原因,王兴林组主动收敛锋芒。 王兴林在浪姐三中一直保持着非常清醒的状态,尤其是三公当了队长之后, 所以他不可能不知道,自己和蔡卓妍、钟心童是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这首歌的最佳出战人选。 但王兴林组可能成竹在胸,主动收敛锋芒,有意成全唐诗义和吴锦燕的愿望,放弃了宫内赛的输赢结果。 因为第一轮的唱跳,他们是有把握的,第三轮的队长个人战胜率更大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